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到了中年的女人,最怕的是什么? 我想掩不住的衰老,一定是其一。 这个年纪的女人身体状况自然会变差,年轻的时候为了完成工作,可也连着熬好几个通宵,靠着咖啡就能续命,完全不知道什么教累。 到了中年,别说是熬夜工作,一天下来回到家把自己扔进沙发里,动都不想动了,再看脸上的皱纹,缓慢的基础代谢总也赶不上吃进去的速度,小肚子松松垮垮的,好不尴尬。 想到这样的中年,就让很多女人感到望而生畏,难道这就是她们到了中年时候的样子吗? 才中年就这样,那以后的样子更加不敢想象。 然而,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。 还有一些女人,她们不仅不会让自己活成普通中年女人的样子,而且就算是中年以后,也活得很自信,很精彩。 每个女人都不想活成一副邋遢的样子,那些活得自信的女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? 其实,邋遢有邋遢的原因,自信也有自信的法门,因为她们的一生都坚持做了这几件事,才越活越自信。 五十岁的时候,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小事,后半生会越来越幸福。 一、努力攒钱女人无论活到多少岁,都要懂得努力攒钱。 有的女人喜欢把安全感建立在男人身上,殊不知男人终究是靠不住的。 也许她会对你说一些甜言蜜语,她会特别诚恳地对你许诺,她会养你一生一世。 可是感情是会变化的。 某天突然不爱你了,她随时都有可能抛弃你。 中年女人想要避免顽景凄凉,你首先要学会积极努力赚钱和攒钱。 你只有让自己衣食无忧,你在感情生活中才会获得有底气。 人生大部分的烦恼皆源于贫穷,当你口袋里没有钱时,你会觉得特别恐慌不安。 虽然说谈钱很庸俗,但一个人的赚钱能力与这个人受欢迎的程度往往成正比。 当你年过五十,你依然一贫如喜,那么你的生活可能就会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。 女人无论何时何地,请务必保持经济独立,你要有过硬的本领。 要能够凭借真本事吃饭赚钱,只有当你懂得提前做好努力攒钱和挣钱的准备与打算,你在晚年才不会颠沛流离。 当你的口袋里有足够多的养老钱,你的晚年生活依然会过得风生水起。 二,积极向上的心态。 人们常说心态比能力更重要。 同样的一件事,抱着好的心态去做,成功的几率也许就大一些。 而抱着消极的心态去做,或许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。 可见,好的心态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尽管社会上都在提倡男女平等,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是要上班赚钱养家。 可传统的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。 男主外、女主内的思想依然存在,短时间内是很难彻底的转变。 人们依然认为家庭琐事是女人份内的工作。 如果家里乱糟糟的没有收拾,大家都会责怪女人不够贤惠,而不会对男人有任何指责,因为几乎没有人认为男人会对此有责任。 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比比皆是,很多女人认为这并不公平。 于是她们,总是会为了这些琐事抱怨,甚至和丈夫以及家里人争吵,满满的负能量,以至于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压抑。 同样的事情,那些心态积极向上的女人,她们知道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,所以她们会选择将抱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解决问题上。 反正问题总是要解决的,何不乐观一些呢? 而且不仅自己积极乐观,还会将这种好的心态带给家里人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 遇到事情,抱怨永远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,只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才可以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,也只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才能让一个女人越活越自信。 三,保持自我很多女人到了中年,似乎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陌生了。 平日里,大家都会称呼她某某某的妻子或者某某某的妈妈,就连参加别人的婚礼,随份子都要写丈夫的名字。 他们好像失去了拥有自己姓名的权利,他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家庭、丈夫以及孩子的身上。 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出,却没有想过要得到感激,也没有想过要得到回报。 他们只是想着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孩子尊重。 然而,他们不仅没有得到理解和尊重,甚至越活越没有存在感,不仅丈夫嫌弃她人老珠黄,就连孩子也觉得妈妈给自己丢人。 到头来,她牺牲了所有,换来的只有不满和嫌弃。 这些女人有没有想过,不管在任何时候,不管任何原因,都不应该放弃自我。 一个没有自我的女人,就算付出再多,也只能成为婚姻的附属品。 丈夫不理解,孩子不尊重,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,长此以往,形成恶性循环,生活也变得很糟糕。 四,坚持锻炼。 不得不承认,人一旦上了年纪,身体就会逐渐开始走下坡路。 当你正年轻的时候,无论你怎么熬夜,你第二天依旧是神清气爽,连哈欠都是很少打。 但是,当你年纪越来越大,快要满五十岁的时候,你就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中年女人一定要坚持健身,要积极地锻炼身体。 如果你想要健康长寿,你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不会被各种疾病包裹和缠身,那么一定要趁着年轻保养自己的身体。 而保养身体最好的方式就是坚持锻炼,比如你可以坚持跑步,可以坚持散步,或是坚持做一些真正适合你的运动方式。 只有当你懂得持之以恒的健身,你才能拥有真正健康的体魄。 当你拥有了健康的体魄,你才能够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。 电影《遗愿清单》里说道,人活着就是为了在某天死去,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 但是没有人不希望这一天能来得迟一点,因为有我们很多牵挂的人,有很多未完成的事。 人到中年,上有老,下有小,牵挂的人太多,需要依靠我们的人也太多。 你若倒下,谁来替你承担? 你若不健康,谁来替你买单? 人生不是百米短跑,而是一场超级马拉松,拼得不是谁更快,而是谁能够走到最后。 有人透支身体,拼命赚钱,晚年把钱都花在医院里,有人注重身体,保持健康,晚年还能到处旅行,走走看看,有人卧床多年,看敬酒并床前无孝子的苍凉,有人晚年硬朗,享受天伦之乐。 等到那个时候,在回首当初,曾经那些你看得比生命,比健康还重要的东西,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 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孩子,多陪陪父母,不用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,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窝居,也很温暖。 人生上半场,支撑你拼搏奋斗,赚钱养家的是你健康的身体,人生下半场,支撑你不拖累儿女,享受晚年生活的还是你健康的身体。 所以,请别透支健康,别忽略病痛,为了家人,改掉坏习惯,定期体检,坚持运动。 中年人生活压力更大,担负着不可推脱的责任,所以更应该好好珍惜生命。 人到中年,我们可以不选择金钱,不选择权势,但我们一定要选择健康,保证自己的身体,利用自己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,去塑造一个健康的身体,去陪伴爱自己的家人。 所以,请不要再忽略健康了,请不要忘记,你的身体关系到的不止是你一个人,而是你的整个。 家庭,所以中年女人要把健身纳入到日常生活当中,你要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,保持健康的体魄,只有这样才不会晚景凄凉。 大半辈子的时光已经过去,你能做到的就是过好后半生,让自己这辈子不留遗憾。 不要一辈子为了家庭生活操劳,后半辈子你应该为自己而活,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,其实你也能创造让别人羡慕的生活,对自己好一点,才能让你的余生更加幸福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